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今天呢,阿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观看YouTube时候的一些小技巧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小技巧呢 我相信有80%的人 虽然你经常的在看YouTube视频 但是呢,你还是不知道这些小技巧 如果你知道这些快捷键的话 真的会事半功倍 并且的体验会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第一个呢,就是快进和快退5秒 这个呢,可以直接在我们键盘上面 用上下左右键的左右方向键就可以调节 我们经常在观看一些教程或者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一瞬间错过了那个精彩的画面 那我们有时候呢,就需要把它找出来 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就非常的适合 用这个左右方向键快捷5秒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按几下 就几乎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观看的那个精彩瞬间 或者精彩的画面了 当你按住快进5秒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屏幕上面很快的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呢,就说明你正在快进 然后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快退 快退的话也是一样的啊 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个快进快退可能有一点小儿科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厉害的进阶的 有0到9直接调节我们视频的进度 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总长度呢 理解成为百分之百或者是十份 然后我们用数字键0到9就可以快速的调节 所以我们想要看置视频的它的百分比 现在回到我的视频演示 现在呢我按一下7 大家会看一下直接会跳入到7的部分 然后按一下9就已经到9的部分 然后再按一下4就又回来了 所以用数字的快进和快退的这种形式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于这种快进和快退的形式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用过 你觉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倍速播放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可能你会选择倍速播放 可能因为我说话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这个没办法 这个我目前也曾经试过想要加快语速 但是加快语速的话 就说的就不像我自己了 所以呢我还是保持我自己的说话的风格吧 大家呢可以用倍速的形式来播放 其实倍速的形式播放也是不错的 那下面呢用这个倍速播放的快捷键非常的方便 就是用shift加上大于号和小于号 可以进行快速的调节你的倍速播放的这个倍数 那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个是正常播放的一个速度 我们用鼠标也是可以这样去选择它的倍速播放的 但是呢稍微的需要点击几步 但是键盘的话就非常方便了 按住shift键 然后按住大于号 这是1.25倍 再按一下 这是1.5倍 再按一下 这是1.75 这是2倍 然后我们同样按住小于号 它也会相应的往下调节它的倍速播放的速度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快捷的一个操作方式 尤其是看阿雷的视频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调到1.25或者是1.5的速度 但是我自己曾经试过调到1.75和2倍的时候 这个语速呢就非常快了 甚至你会错过很多的细节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的字幕字体的放大和缩小 我们只需要用到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 这样的快捷键就可以来操作了 一般情况我的视频这都是会有字幕的 当我们打开一个字幕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默认的字体呢 是稍微小一点 那现在我们按一下加号键 它的字体就会大一号 再按一下呢 字体就会再大一号 目前这种字体大小有三档 目前这个显示的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字体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是正常的字体大小 它可以再小一点 其实我觉得正常的字体大一号 这样的一个字体呢 应该是正好的 再大的话有一点太大了啊 具体的你在看视频的时候 需要多大的一个字体呢 根据每个人的眼神吧 毕竟每个人的视力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偶尔你忘了戴眼镜 那你这样把你这个字体调大以后 是不是看得更加清楚了呢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小技巧 第四个小技巧就是音量加减和静音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调节静音的话 直接点击一下这个小喇叭 它就静音了 然后呢调节音量的话 拖动这个小圆点就可以调节了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要看这个 它毕竟这个图标呢 相对来说小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啊 用我们的上方向键 大家可以看上方向键 现在已经调到了100 下方向键 现在正在减音量 如果呢 你觉得很吵的话 直接按住M键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静音 相对来说呢 虽然鼠标也不是很麻烦 但是快捷键更加的省时间和精准 最后呢 给大家说一下 我目前更新内容的这些平台 首先是微信公众号 有两个 一个是阿里克堂 一个是阿里科技 这两个 每天都会以图文的形式更新黑科技的软件 两个公众号更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B站会同步更新在YouTube发布的视频 然后有时候呢 一些内容不太适合 所以呢 就或者是剪切 或者是阉割掉一部分 然后还有呢 就是B站和西瓜视频 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因为国内的这些平台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每个平台呢 会根据每个平台不同的规则和要求更新不同的内容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其他的这些账号 好了 今天呢 阿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你觉得今天阿里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小技巧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阿里点个赞 顺便的点击一下订阅 订阅后面会有小铃铛 点击订阅小铃铛 以后你就不会错过阿里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视频和软件了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